他来自马来西亚 同样也是第四代华人 一百年前 他的祖辈离开中国南下 而今天 他又是带着怎样的心情 回到中国呢 大家好 我是Eric 郑兆冲 我来自马来西亚 也是马来西亚的第四代华人 有请郑先生 有请 先生好 您好 谢谢 好 您说您来自马来西亚 是是 第四代华人 对对 其实我祖辈 其实来自中国福建永春 然后我曾祖父南下至今 应该刚刚好一百年吧 对对对 其实我现在住的这个新村 叫巴东新村 其实是一共到目前 有两百五十家人户 然后两千多人 都是纯福建人 都是福建人 都是华人 其实就是福建村一样的 对对对 是 那你们家族在当地发展得怎么样 算 还蛮好的啦 其实因为主要 我的家族里边 当然都是经商的居多 对 然后还有做一些这样餐饮的 然后建筑的 因为我家族是做建筑行业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紫城副业应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你为什么会来到中国 我之前一直都在马来西亚 有我自己的事业 对 然后是因为五年半前 然后我父亲癌症去世之前 他给了我一段分享 然后他发现说 其实我对中国文化 还是比较感兴趣 所以他希望我自己展开 我自己的翅膀 然后到国外去吧 然后那个时候 他也很希望说 我能在中国发扬光大 所以他就很希望说 你还是出国去 去尝试一下吧 因为他说 可能他自己日子也不久了 也不知道能帮我什么 对 然后他其实就在去世之前 给了我这段话 你的爷爷父亲 他们这一辈人 他们回过中国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爷爷奶奶也没来过中国 对 我爸爸妈妈也没来过 也就是说来中国 对他来讲 是一个没有实现的心愿 对 还是想回来的 对 因为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来说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 因为这个中华文化底蕴呢 基本上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 对 所以我们都会凭孔想象 中国美食是什么 然后故宫是什么 其实我们都在 会时常去探讨 但有80%的人 应该都没来过中国的 从之前的想象 然后来到这里生活 所以我其实现在 时常会很骄傲地告诉大家 其实马来西亚给了我生命 然后呢 中国给了我灵魂 对 为什么这么讲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 我来到中国呢 我就觉得活出我自己 然后我到目前一直 也非常感谢 就是 中国的每一个人 让我觉得说 其实 我们可以共同成长 然后呢 我也觉得 我以后的家就在中国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五年 给到我的 是一个非常美妙的 然后 也 让我闯出了很多 真正心目中的一种奇迹吧 所以真的 感谢中国 其实 那你今天来到我们新动舞台 你想唱首什么歌 唱给谁听 我想唱一首 没有天哪有地 没有地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你 然后呢 我希望先给我父母 然后 然后还有我在中国 就是 给我很多爱 然后一直在包容 还在 还有一些 我值得我感恩的 一些长辈 好的 中华琴心动舞台 就在这儿 请你走上去 唱出你心中的歌 有请 好 多么熟悉的声音 陪我多少年的风和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是你赋养我长大 陪我说的一句话 是你给我一个奖 让我与你共同拥有 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 却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 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心 却付出了热忱的声音 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 让我想起你多么知晓的心灵 可什么时候你才会到我身旁 让我再和你一起唱 旧跟汉贵洞 旧跟汉贵洞 随便遊 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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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